五一賴姓高中生跟下姓男子的婚姻 有没有效 因为刑事判决 是下姓男子未造文书 没有婚姻的争议 民事庭原本今天辩论终结 賴妈妈的委托律师认为相当乐观 应该是婚姻无效 但是临时加入了第三方 第三方就是高中生 阿公的子女 他们委托两名律师诉讼 賴妈妈的律师说 之前已经书面回复 认为这一庭是婚姻无效之诉 跟继承权无关 以为法官会驳回 不过法官又问了一次双方的意见 原本要审结 加入第三方变成了延长赛 赖姓高中生的五亿遗产 因为母亲来自中国大陆 没有台湾国籍无法继承 母亲的国籍也还在诉讼中 如果婚姻成立 下姓男子有配偶继承权 这部分应该会因为婚姻无效 而无法继承 高中生在法律上 没有兄弟姐妹 不过名义上的伯父姑姑 却是血缘上 同父异母的兄姐 也因此无意遗产的继承 平天变数